大家好,星期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2日,星期五 在上水1日凌晨發生劍案 警方接報一個23歲姓莫的男子 在石湖新村公廁內 懷疑被人從後一下子打下去 事主報稱被人打了一條金鏈 一隻戒指及私家車內約10萬現金 但警方經過調查後發現 證據和事主所描述的有出入 在1日下午,拘捕了這個人 涉嫌誤導警務人員 據了解,這位男士主是一個豬肉檔老闆 昨天凌晨1時多 男士主駕車到石湖新村公廁 把車泊在廁所後便進去便宜 其後,被人從後襲擊 有途人隨後發現他暈倒在廁所內 頭部受傷,流血,被送往北區醫院治理 警方初步調查 事主當時報稱被劫去一條金鏈 一隻戒指,私家車內約10萬元 將這件案列為行劫 交給大埔CID第10隊跟進 其後轉交大埔警區重案第3隊跟進 重案經過調查後發現 事主說的事和案情有出入 拘捕了他 拘捕了男士主涉嫌誤導警務人員 我不知道他拘捕什麼 這些是沒有保險賠的 記得按LIKE 在電機廣告見識性零 隨便陪帶分享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支持 拜拜